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定要來分享三個置換搶到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先一集希特挑戰 順上香CH0到CHMS的刷分陣容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好,首先要介紹的是CH0的隊伍搭配 不過我必須先說一下 由於CH0並不一定有開放靈寵系統 而測試的時候靈寵又無法取消 所以我不敢保證這套陣容絕對可以使用 這次使用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使用的身邊是斧頭加設施工加葫蘆 如果扛不住的話記得把葫蘆往前一割 這樣會比較安全 接著靈寵則是熊貓組戰 搭配夫豬加龍象助戰 接著潛能方面 王岩基是使用2133 接著曹操跟貂蟬都是選擇1131 再來諸葛亮1211 最後元少跟夢霍使用3222 或是1121 至於戰鬥方面只有王岩基跟貂蟬選擇怒焰 剩下的都帶弱點突襲 接著幻武的部分 如果曹操有的話會比較好 但影響不大 最後陣容成績大約是5700-5800萬左右 接著當世界區塊開放之後 各位可以把夢霍替換成曹批 潛能部分維持3222或是1121 戰魂一樣選擇弱點突襲 接著幻武的部分 如果貂蟬有辦法刪開的話 穩定性會提升很多 但上限成績影響不大 沒有裝備換武時最高可以來到7800萬 而有3開刁彈效果則是8300萬左右 接著世界區塊開始 各位可以把赤蟬調成成畫面中這樣 神兵跟靈寵都維持不便 潛能的部分 旅行騎選擇2213 然後將會使用2331 接著戰魂都是弱點突襲 最後這最能的成績 最高可以來到2.11左右 接著世界區塊開始 非常感謝神筆現天幫忙測試隊伍搭配 最後一方面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神兵是扇子加葫蘆加斧頭 然後靈寵則是熊貓組戰 搭配孵珠靈兔助戰 接著潛能方面 姜維2331 劉備跟豬鬼果2332 接著元少跟大喬2223 最後宮村戰2212 戰魂的部分只有姜維長驅 剩下的怒滅 最後換武方面 劉備跟大喬需要搭配3開效果 至於這陣容的最好成績是2.3億 在這邊非常感謝神筆幫忙測試 至於CHMS的部分 我目前還沒有測試出比昨天還要好的隊伍搭配 然後沒有尋應的玩家們 可以去參考卡圖的影片 還有成功打出5億多的成績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記得我們下次見 掰囉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翻過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新一期奇測挑戰 是上香的刷分陣容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好那這次要介紹的陣容 我是參考日本的YouTuber Naoki隊伍之後 稍微調整出來的搭配 至於作者原本的陣容 我會把影片網址發在這連結區 建議各位可以去訂閱一下 不得不說他真的很有料 接著這次使用的隊伍搭配 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訓練度的話全部的角色都是無惑覺醒 接著使用的神兵是 星球刀加龍槍加葫蘆 那我自己有把龍槍跟葫蘆的順序顛倒 成績其實也差不多 接著靈寵方面則是 熊貓組戰搭配 呼租加龍象助戰 呼租戰的部分 也可以把龍象換成窮襲 接著潛能方面 大潮、草坯、蛛果、蜘蛛 我都是使用1121 接著公孫戰選擇1111 最後鄧愛使用1112 去戰魂方面全部的角色都是使用怒艷滅席 最後換武的部分 我是讓大橋、荊域、鄧愛 都搭配三開效果 這樣測出來的成績會比荊域 沒有裝備換武還要容易出現高分 那我自己測下來稍微調整之後 目前最高是可以來到5.9億左右 只是我不確定有沒有辦法突破6億大關 那我等等會繼續研究不同的搭配 看能不能出現更好的陣容 C群0到C群3的觀眾們如果需要陣容的話 當然告訴我自己的成績與四輪跡前五的大概積分 這樣我會比較好測試 最後希望這次的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小鈴鐺 我是吉他 下次見掰囉 recuper了 提到你們可以維持一下 再把小鈴鐺 感谢观看